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来维林欢迎收看教练 婚宁新闻 留下地含牛 让婚宁官不疗兴 以及最拿兴的婚子 出现文化打死的状况 其中不疗兴的财存状况 竟然是超过五百公斤 农民应该说是买购保署 由于婚宁官党 党立宣这件事举董 上官的党委来到不疗兴 回抗贷财存的状况 经过粗暴的勘扎 是已经负贷 農业天然在海报做的申请标准 现在宣主席都报不下去就对了 农民拿到刚报 就希望的婚子是买购保署 受到议委内含牛的影响 婚宁官不疗兴 以及最拿兴 都出现婚子希望的现象 其中不疗兴受孙的民情 竟然超过五百个 为主婚宁官党党立宣 第三后再起 达到台南区农亚改良党 但愿民代表 向上官的党委 到不疗兴会扛 也听出农民的心声 这个含牛 人去传 三天两天就来 影响到我们 买到海口 红桃水面 这些农民 军组的水中 这些农民都枯石都死了 民族 我们买到达到 超过五百公斤 孙海 都一枯 都寻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 这些农民 很欢迎 希望我们中央 看到中西天然災海 来补助 让我们 农民 损失较少 还可以再来 农民 还带到我们 做起来 会得到 达到 在修行 又是修行 台南区农亚改良党标识 刚报仙的仓库 刚刚含牛 再加上风头的影响 就会造成 蚊子欧 还是失望 修行 就算延重的仓库 敢来当中心进座 目前看到的就是 他的这个 这个秧苗的状况是 他的叶子呈现 干枯 黄化的一个状况 那主要受害可能是 针对比较刚才阳的一些田区 他在二月中旬之后 有遇到低温 还有连续的一个墙风 那在湿度低又 风速墙的一个状况下 造成我们 秧苗的叶片有枯萎 黄化的一个状况 那有些田区是属于一个 比较严重的状况 那可能农民 后续可能要进行一个复耕这样子 经过月耕 我已经已经粗补状定 修顺的状况很严重 附合天然灾害救 作为申请标准 但有农民表示 现在的物质和人工不断在企业 借责地保住4千块受贡 我认为官长中立生也说 官府会向农委会发问 来进出提高保住的金顷 针对药苗的这个灾害补助 目前的补助方式 一分地只有400块 一公顷只有4千块 那以现在我们整个的种植 包括人力 包括所有的 秧苗本身的成本 还有初步的这个施肥 或是农药 其实都已经不符成本 所以我看到这样的一个数字以后 我也希望呼吁中央 现在物价波动 而且整个物价指数都已经上涨 所以这个部分 我也希望可以随着 现在物价波动 这样来做调整 尤其还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我们最近也会来 经过 所以都做精力 好 向中央来欢迎 农民也攻凋 现在什么都起序 保祖金区也在改对 就不过来调整 希望中央可以 听到地方的声音 记者 林宏 彩虹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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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